太丢人了,詹黄被勇士吊打,场外还得被手下败将嘲讽,绿军开口了北京时间6月7日,詹姆斯和其他的骑士,目前正在总决赛被勇士碾压,双方已经打成了0-2,再输就提前翻奖了,这样的结果也让被骑士淘汰的凯尔特人将士很不爽,绿军后卫,欧文的替身特里·罗奇尔,在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这一点, 罗奇尔说道,不是我看不起骑士,但对于勇士来说,我们是更好的对手,我们有很多人能够限制勇士的无球跑位,我们也可以无限换防,我们如果能对上勇士那会更精彩,而骑士都做不到这一点。 冬军抢7,绿军西败给了对手,罗奇尔最终在3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14中2三分10中0拿下4分,毫不夸张地说,他如果能多进两个三分,也不会是这种结果。 但无论如何,罗奇尔的话,肯定会让詹黄不开心,书球的认为,他们能比赢家做得更好,可问题是他们没有跨过勒布朗沙到总决赛,现在他这么说,詹黄其实会怎么回应呢? A,X,Z